12月29日,消息胡人今天在主场,以107,以118不敌快船, 头号球星詹姆斯因为复古沟伤势继续休战值得一提的事。 14岁的大儿的布朗尼本场赛前现场投射三番球, 让人遐想詹姆斯值得一提的是,詹姆斯今日心情不错, 在前他端着一杯红酒进入球馆,而比赛开始后,他和龙多一起在场边看球。 第三节还剩下八分左右时,英格拉姆领导个人第四次范姑被换下场, 詹姆斯给队友按摩左肩膀鼓励一下英格网友纷纷调侃英格, 看来谁是联盟第一人没有啥争论的吧,这个按摩是太贵了, 老詹,来,好好给你捏捏蝶回头发球和我一样,龙多,我也想鼓励他, 可我可我实力不允许啊,这样的大哥你告诉我谁不想要, 23号即时,了解下,本场赛前14岁的大儿子布朗尼, 来到了斯台普斯球场练球, 老詹给儿子战术指导布朗尼,在篮下飞翔起来单臂上篮, 在三分线外出手打篮板后,弹入球网有网友调谈, 詹姆斯14岁的大儿子临危受命,准备顶替老爸的位置, 出任胡人手发小前锋,目前他正在进行紧张的训练, 看到布朗尼从容出手命中的样子,网友都表示, 詹姆斯,放下了作业写完了吗? 之后,不少NBA球员表示, 我只有打低还没有一个14岁的孩子好, 这可是NBA的三分线啊,好了,提一下就可以了, 饭碗要被儿子抢了就尴尬了, 这特么投篮感觉,有点像甩居的赶脚啊, 14能扔NBA的三分了,还能进再过两年,真的可以提一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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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